在這個複香鏡的手術跟達文西手術 其實已經在國內都耳熟能詳 不管是全球或者是台灣或整個亞洲區塊 但是呢 單孔手術是一個近大概是五年內 一個新型的手術介入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來自於說 使用這個所謂的單孔套件 比如說原本傷口要開可能很多的傷口 那之後開一個傷口來進行這個手術 那很多人也會問一個問題 那我開這麼多傷口 洞都很小 那為什麼要開一個大概四到五公分的傷口 雖然是一個傷口 但傷口變四到五公分 其實大家可能有一些誤會 那你開了很多複香鏡或機器人多孔的手術 可是標本最後還是要出來 這個傷口要隱藏在你的肚皮上面 可能在原本的肚臍那個傷口往上下延伸 大概四到五公分 那又多了旁邊四五個傷口 才可以把標本整個拿出 所以又多一個傷口 有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現在回歸 那如何用一個傷口 把這些複香鏡器械或達文西這麼高階的器械 透過這個像目前達文西的這個五百四十度的一個關節角 七個向量軸 那這些的高階器械用單孔來做這個手術 那目前我們中心在達文西的單孔 從肝膽以及胃腸甚至減重相關 都用這個單孔性的手術 那目前我們也來自於全世界超過128位的這個外國醫生 的一個訓練 很多國家回去運行達文西的單孔相關的手術 那尤其在胰臟上面 我們中心是全國唯一正在進行這個達文西單孔 比一十二指腸手術的訓練中心的training sign 那目前也有全世界來自於剛剛提到的 相關國家的一些國際fellow 甚至已經是主任 都來我們台灣取經相關技術 那目前相關的paper 已經發表在國際的這個paper上面 那也獲得國際的認可 那這個部分算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也是為了可以做到 этих地區 是很簡單的 而現在我們現在才能分解 是今晚竟 Russell ancdenEmic的一個 然後讓強大 tuned